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当地时间23号在纽约出席了美国友好团体举行的盛大欢迎午夜 并发表了题为既往开来共创中美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的演讲 温家宝说中美关系目前取得了重要发展 而且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感情正在不断加深 他对长期致力于促进中美友好事业的美国各界人士表示崇高的敬意 对美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抗战救灾和举办奥运会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关于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温家宝说 不管谁出任美国下届总统我们坚信中美关系都要向前发展 中美不是竞争对手而是合作伙伴也可以成为朋友 温家宝指出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的核心问题 我们希望美方恪守承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反对台独支持两岸改善关系实现共同发展 这对两岸人民有利对中美关系有利对世界和平有利 温家宝说中国政府历来重视发展中美关系 我们真诚希望中美友好合作能够走出一条不同文化背景的大国和谐相处 共同发展的光明大道 相信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 跨越任何艰险和阻碍 既往开来共创更加美好的明天 演讲结束后 温家宝还回答了听众有关中国食品安全的提问 温家宝说 最近中国发生了婴幼儿奶粉事件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 立即采取一系列果断措施 我们要从事件中汲取教训 第一 要确保产品质量 绝不能以牺牲人民的健康和生命换取企业的发展 第二 要加强制度建设 第三 要重视社会道德建设 一个企业家身上应留着道德的血液 温家宝说 从SARS的爆发 到冰雪灾害和特大地震 从煤矿事故 到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 这些都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 当遇到灾难的时候 不要退缩 要勇于面对 并且带领人民去克服困难 温家宝表示 中国要采取有力的措施 确保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 中国的出口产品不仅要符合国际标准 还要符合进口国的要求 中方愿在此方面加强同美方合作 中方愿者